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试点城市为比如说北京 上海 厦门 天津 南京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我所在的城市没有开通自由行 包括很多其他城市的小伙伴是没有在这个47个大陆城市以内的 那么我像我们这类人或者以后关闭了47个大陆福台有个人试点城市以后 我们还应该怎么去台湾会比较方便呢 第一点是可以申请团队邮 但团队邮有很多限制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个人型 那我在这个非洲的网站上面找到了一家 店铺 当然这个店铺每个同学可以自己去查 也不一定要跟我这个一样 我也不是来做广告的 我们来看 这里的签证 除了有医美签外 还有台湾商务签 还有医疗美容签等等等等 那么我买的是这个台湾医疗美容签 不限户籍不限年龄均可全台湾自由行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个人自由行签证是寄签 也叫做自由行签 但这个是只有开放47个城市的 那其他城市想要去那边自由行 除了抱团队以外 就只有这个曲线入台的方法 怎么样一个流程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医美入台证介绍 入境次数是单次 有效期是出签日算起三个月内 停留期为入台当天 计算在台停15天14晚 也就是14晚上15个白天 押金要询问客服 大家可以咨询去问客服 有情提示 是中国大陆因私护照的申请人 护照有效期从回程日期算起 必须在六个月以内 比如说你是明天要去的 那明天的话是8月8号 那么你要六个月之后 也就是你要有 护照的日期 起码要在 有效期在2020年的 八月加六个月 也就是 2020年的2月8号以后 有效期才可以 二台湾医美入台证 在台湾滞留时间 一律最多15天 台湾内再无延期办理 超过时间内将以滞留不归处理 押金不退 五年内不得申请入台 这个各位小伙伴必须要注意 项目说明 这里有很多台北台中高雄 还有等等等等 就是有不同地方 你可以跟客服说 办理流程也很简单 咨询客服 拍下宝贝 提交材料 审核材料 送签台湾出签通知 然后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这边主要来看一下 需要有哪些材料 我也是今年六月份开始办的 第一个申请书 第二个切结书 也就是你的申请医疗体检的 一个申请表 然后切结书二也是差不多的 三要照片 可以去照片馆里面拍 五身份证扫描件 六护照扫描件 这些都可以很轻松的办到 第七个财力证明 你要有一张信用卡 金卡或者白金卡 或者是五万存款证明 这个需要去银行里面去 做证明的 需要冻结的 好像是冻结三个月以上 像我的话就冻结了五万块钱 现金在银行里面 然后或者是余额五万以上流水 现金流水可以三选一 如果是直系亲属同行 比如说你们两夫妻的 或者跟子女 或者跟父母一起去的 那么需要提供你的户口本 或出生证明 直系亲属可共用一份财力证明 也就是两夫妻或者全家人去台湾 那么你们只需要出局一份 五万块钱的存款证明就可以了 台湾需同进同出 不能分开走 那我当时去的是台北的检查 台北我当时去的是秀船医院 这个医院在台北101附近 很好找 我推荐大家住那边的酒店 或者在Airbnb上面 订那边的民宿 然后到了台湾以后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去台湾那边做医疗健检 因为当时客服跟我说 做医疗健检 必须要在入台后三天内去完成 如果你没去那边报到的话 那边的医院会在当天通知海关 也就是您就是属于非法入境了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会被扣押金 而且还会被五年内不得入境台湾 这是很严重的 那这些医疗体检 我们当时主要是两个身高体重 还有抽了一下血 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就全部都完成了 如果时间要长要排队的话 一个小时内肯定可以完成 所以这就是医美健检签的好处 就是让你通过一个医疗美容 或者健康体检的方式来曲线入台 大家能够明白吗 好 关于通关细节这边很重要 首先我们需要买的机票 是要分层买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得从中国大陆 比如说我从北京出发 那么你不能够买北京直飞台湾的机票 我必须要买北京先飞到香港 或者先飞到澳门 然后在澳门飞到台湾 或者香港飞到台湾才能入境 那这边需要入境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广东省内深圳 这个我们不说了 我们直接看下面这个框框里面的 如果是在大陆飞香港机场的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护照 还有我们的机票就可以了 还有到香港澳门有港澳通行证 那么就是香港机场过海关 过了海关之后 你再出机场 再进机场 然后就相当于你从香港入境到台湾 那这个时候 您就需要您的入台证和您的机票了 这样才能顺利到达台湾的机场 最后 那么到台湾自由行 然后从台湾回来的话会比较方便 我们可以从买台湾直接飞北京 或者飞上海的机票 然后再做动车到其他城市 或者说你也可以按照进台湾的方式 也就是先台湾飞香港澳门 再澳门飞内地 也是可以的 本签的出签率是百分之百 然后而且不需要押金 我当时给老板的只有每个人 1480块钱的手续费 而不需要任何押金 这里反正一些景点 台北101日月潭 士林夜市等等等等 我们都有去 反正还不错 下面是游客的评价 我就不看了 不然以为我是推广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我强烈的推荐 因为我个人有亲身经历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可以在YouTube频道下面留言区给我留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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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